语言是知识的载体 更是民族的灵魂 而中文的博大精神对有族同胞来说 并不是一门简学易懂的语文 首都就有一名应译医生 为了打破和病患之间的沟通障碍 八年前自学华语 把华语病人当作小老师 除了医病还不忘学习 从中来体悟尊重族群文化 不分你我的精神 医者人心说的是医生抱着慈悲怜悯之心 救护病患 但语言不通 沟通有障碍 往往成了医生和患者之间无形的距离 卡莱是一名泌尿科医生 多年来向他求医的病患 大多是华人长辈 想要贴近患者详细解说病情 就必须主动打破隔阂 卡莱决定自学华语 而网络翻译工具 就成了他的最佳学习伙伴 有趣的是 每当华语病患前来求诊 医治的过程反倒成了实践的机会 卡莱试着用中文和患者沟通 还要患者当小老师 纠正错误 言语之间促进彼此关系 也让卡莱体会学习的趣味 第二个好处在中国语言 是证语 证语是非常有趣的 有很多有兴趣 江山一开 本性难以 一样是如果你看看这个证语 我们知道人们的个性很难缓 比较容易 一门语言让卡莱看清 无论现在还是过去 政治格局从来没有成功联系各个族群 反而出现种族分化的迹象 挑起各族敏感神经的课题 一波接一波 包括找疑问和孤打痴等风波 卡莱认为人本善良 心底都有着关怀和尊重的根 在他眼中病患不分肤色 每个人都是这片国土的居民 很多时候在病毒 人们不担心医院或医院 他们只想得到更好 这是最主要的 这是最主要的事 所以当我看到各种种族群 来看我 当患者是患者 当他们来看我 我总是发现 大多数 几乎所有人都是人 他们都是马来人 卡莱认为 医护人员最基本 也是最重大的责任 就是要把病人照顾好 就算脱下白袍 走出医院 医者人心始终如医 也许学习一门新语言 看起来只是掌握了一段新技能 不过人与人的隔阂 新与新的距离 不都是得先打开对话的窗口 才能消除隔阂 缩短距离吗 寻的 值得更多的